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震經紀 我身處的位置是Mantral Town Mantral Town 東南角是Bonsa的民喻行樂中心 外面的福地 這條街是Nelson 後面是Imperial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跟以往有些不同 都是樓花 都是石市大樓的項目 不過大家要等三四年 甚至到2025年才能夠入住 這個建築是今年的年尾或明年的年初 大家可以搬進去住 可能適合一些快要準備回來 想住康律 又不想等那麼久或租住的朋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身後的這棟樓 名字是Polaris 大家看到成形 整棟喜好 大部份玻璃露台都裝好了 室內未準備好 所以要等的 大約九個月至一年左右 售樓中心仍在 所以我稍後也會跟大家進去看看 它裏面的Finishing、Layout、Floor Plan 分享多些資料 我們現在可以在網站看一看 最樓下 看到樓底特別高的這幾個 是兩層的 兩層的Work Living Home 你可以居住在樓上 然後下面可以開店做一些小生意 這樣的 unit 就不多的 這幾個而已 然後大家看到三樓 其實就是Amenities 會所來的 有室外和室內的空間 這裏 大家看到進去 其實將來 在這裏 會在這裏 進去 樓高是36層 它是分為Tower Level 和上面的Executive Level的collection 我們現在走上來Imperial 這邊也是工地 剛才我們看到 這裏 會繼續是Work Living Home的感覺 大家會看到明顯樓下的樓底是高一點 樓上會是樓底矮一點 這些是未安裝露台玻璃 現在他們都在設計 在上面這個樓底這麼高的就是會所設施 真真正正的High Rise 就是在這個位置才開始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對面 就是這些1 2 3 4層樓高 年份應該是10年來左右的建築 都是Low Rise 這些就是Wood Frame 木結構 我們今天介紹的大廈是石屎concrete的 我現在走的方向是東邊 前面亦會有一個建築 這裏是Imperial 26層樓高的 它的空間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由這裏開始 Imperial High Rise 之前 還有4個Unit的間隔 和一個小馬路 這條就是小一點的Guylet Dumpling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會是一些Town House 那些就已經賣了 到時建築的entrance會在這個位置 它凸出來這一塊就會在這裏做入門口位 這裏沒有人嗎 我脫下口袋 吐吐氣 一邊說話 一邊走 我的身體不太好 沒有氣 它這一棟的距離 剛才說了東邊會有Imperial 它的北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距離也挺遠 就是有另外一些已經建好入住的High Rise 這裡就是Parker兩個Concord的建築 然後這一條Gumpling就會小街 它建築好之後 這裏的路也會新建好 然後會有些綠化 會有些建設 整個屋苑的Lock 就會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完這個on site 我們現在就去壽樓中心 了解一下現在還有什麼護營 以及現在裡面的finishing 各方面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圖片 了解一下自己在哪裡 首先這棟建築 發出白光的一棟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Polaris這棟建築 它坐落在這條Imperial這條街 這條橫過來的其實就是Central Bolivar Skytrain站大概在這個位置左右 這裡後面就是Metro Town 過了一點就例正向西南西邊 這裡是有些綠化地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Bonsa complex 是一個社區設施中心 有些球場 有些會所 也不是會所 叫社區娛樂設施 就是打球那些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它這邊將來又變了樓了 它的藍邊是比較新的Lowrise 再製造了Central Bolivar之後 這些就是獨立屋 森林短期內 forseeable future 也不會改變 它的東邊有建築 它的北邊也有建築 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樓花開售的階段 這棟樓已經快要建立了 所以正低下來的建築都不是太多 首先它分成兩個collection 六至三十二樓就是tower collection 上面三十三至三十六樓就是executive levels 我們先說到下面 現在只剩下兩個corner的兩房 和一個正藍的兩房就可以賣 它們的價位 如果你現在賣的話 大概是85萬至95萬左右 我講的是最便宜的是85萬 最貴的樓層最高最大的樓層 都不過96萬 它們的尺寸分別差不多是768尺 774尺 即是700多尺 這兩個比較小 還有這個比較大 就是816尺的兩房 所有的單位都帶了一個parking 和一個locker 一房就沒有了 如果要一房就要上到executive level 我們去那邊有一個比較大的地圖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說需要一些比較大的單位 或者想要高一點樓層去看view的話 大家也可以考慮executive level 33至36樓 它一梯就七火 這兩個corner就賣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了 最大的就是這個三房單位 它總共的尺數是1323尺 三間房都在這裡 這個是主人套房 另外兩間房是share洗手間 門口進來 廚房 飯廳 客廳 這個大個corner 另外也有一個大的outside patio 這個三房單位的話 它現在的價位就差不多145萬左右 有兩個parking 除了如果這個大三房太大的話 也有一個小一點的option 這個就120萬左右 就1000呎鬆一點 但是它的第三間房 可以睡到有一個窗 但是這個窗就不是直接對街外的 對回living space 以及它沒有衣櫃 可能只能放單人床 另外主人套房在這裡 還有另外一間房在這裡 也是corner unit 另外除了三房之外 還有兩類兩房 unit 一個是plan k 809呎 一個是plan j 770多呎 這些價位同樣跟剛才桌面的樓層 其實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96萬左右 也是包一個parking 然後最後還有兩至三個一房 unit 就是這裡603呎 一房 再加一個open band 沒有窗的 這個單位這裡大概是70萬左右可以買到的 也是包一個parking 一個locker 管理費裡面 其實除了店之外 都包了 即是它的冷暖氣 垃圾排污費 然後整個building的maintenance 整個building本身自己的strada insurance 還有你用的匯所設施都包了 Deposit structure 現在這個發展商做得比較吸引 因為它快要蓋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身份的Canadian citizen 或者你是PR 無論你人在哪裡 都可以做到5%的Deposit 即是如果你買一個100萬的單位 你放下5萬元 你就等到收樓才會付尾數 至於mortgage的話 什麼時候做呢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朋友問我的 那就很dependent on你了 有些的加拿大銀行 是可以跟你做到一個長一點 一年兩年firm approval的 你可以先做 有些就要等到 可能是你差不多closing 兩三個月前 你可以開始穩定再做都可以 剛才我提供給大家的價錢 其實現在是因為有一個Decorative Allowance 這個program他們都做了一段時間 我相信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所有的兩房或以上都會有減免 就是10萬元 一房就是5萬元減免 一房的單位大概是78萬至82萬左右 如果你減了5萬的話 你大概是73萬至75萬 你可以買到一房加釘加車位 那Completion的話 就大概預算 大家預算一點 就是明年今日 差不多是下年的Spring time 櫻花開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入住了 因為最近開始有朋友問收樓的問題 其實逢是你買樓花 在你收樓之前兩三個月 發展商會安排跟你有一個deficiency walkthrough 現在因為Covid 很多時候就變了online形式 或者是由發展商的home care team 代理去看 然後給你一個report 告訴你 這裡ABCDE做得不好 他們會fix 然後就在你deficiency walkthrough orientation 去到你收樓這段時間 他們就會fix 有些朋友就說 要不需要找驗樓師去 這個是最好 我們當然會推薦你有驗樓師去 但如果說真的放心 等到收樓之後 看到有什麼問題 再叫發展商做 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住了進去之後 一兩個月內 看到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盡快跟發展商溝通 有些發展商會有什麼platform apps讓你submit上去 有人跟你對話 跟你follow up 這個project 其實有三個發展商一起起 其中比較出名 地區比較知道的都是Growthner 差不多八幾年歷史 是英國發展商 很多project都是在Vancouver Downtown 以及西溫 我記得上次有一條流出來的西溫片 我拍到amblossi那邊 有一個很漂亮的建築 我們現在去看的是一個 兩房的示範單位 這個單位會叫做M2的職位 這個建築的東北邊 尺數是816尺 首先門口進來 這些地板全部都是Lamonade 然後這隻顏色系是light color 主要是白色 配合木色系 門口有一個closet 這些架就包在裡面了 然後這邊就是laundry laundry大家留意地板都有鋪磚 這個配給你的是Bloomberg 比較小的洗衣機 但是這個空間會足夠你 如果大家想要一些大一點的LG full size的那隻都可以放進去 我身後這邊已經是廚房 這裡是其中一個洗手間 我們可以看看洗手間 我留意到它洗手間的特色 就是全個洗手間都有鋪磚 一邊這邊牆有花紋磚 跟大地磚搭配 而其他這些牆壁 大家可能在視頻上不知道看得清楚 其實這些不是牆壁來的 直接是一塊塊磚 還有這裡 到頂 全部都是白色長磚 Medicine Cabinet 放在左邊 這裡可以開的 裡面沒有燈 但這裡有一條LED燈 這裡有一些開放空間 這塊鏡子貼在上面 下面也有一些空間 它很有趣 它是這樣的 其實挺好的 你可以拿出來使用 這個設計可以 先看看 全部都可以拿出來 哦 它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放太重 放一些蕃茄都可以 OK 什麼 它就是這樣掛著 對 它就是這樣掛著 這個也是 哎呀 糟了 OK 好了 我拆解完了 這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設計 我喜歡它可以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蓋上櫃桶 我對著鏡子比較近 這裡就不是了 這是正常的一個空間 它那些櫃裡面也有金屬的包邊 下面也有一張紙面的東西 它的浴缸下面也有鋪磚 就不只是一個白色的纖維座 有手機可以拿下來的手機洗澡 還有沒有鋪磚 這個也可以調夠高度 看完洗手間 還用來 好了 然後我們看看廚房 這是兩房的廚房 它爐頭和升盤都是24吋 雪櫃30吋 這個是白色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是這些石櫻台面 和這塊後面都是以白色為主 裡面的櫃是有少許淺灰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儲物空間 這個是這樣開的 看看 抄圍煙機 和這些所有的電器 除了微波爐之外 都是MIRR的 是拆出來的 這邊也是 這裡是轉角位 有一個空間 櫃底也有LED燈 這邊也是一些 counter space 看看它的轉角位 我最喜歡看的 它有做轉盤 這隻可以拉出來 也是上了一些顏色 跟我們平常見的白色不同 有些金屬色在上面 爐頭是GAS爐頭 GAS是包在管理費內 大家可以盡情煲湯 然後這裡有個焗爐 24吋 小碗碟機MIRR 然後這個升盤底 你可以拉出來的垃圾桶 它也是垃圾桶位上面 再做多了一塊板 所以如果你有時想放一些 而且是金屬板 就不怕不是木頭 所以就算有些東西有濕 例如濕爐根 濕海綿 你也可以暫時放在那裡 這些就是櫃桶的空間 還有一個帶子 我看看 微波爐就是Panasonic 這個很普遍 下面還有一個大櫃桶 然後30吋雪櫃 我們看看 牌子都是MIRR的 會不會撞到燈 冰櫃兩格櫃桶 上面還有一個空間 不過如果開吞上面 這個位置在上面 你也要開雪櫃 然後兩邊房間分開 我們不如看看主人房 它那個冷暖系統 會是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和Heating 會有這些控制在這裡 主人房的洗手間 變成Shower 其他和剛才一樣 Shower這邊 鋪了磚做底 不是纖維底盤 這裡有一格升器也是磚 然後這裡有些位置可以放水 高度可以放大支 Costco賣的東西可以放進去 上面有一個Ring Hat 這裡有一支一粒過的花灑頭 好像很帥氣 全部都是沒有圓角的 好就是這樣 看完了所有的牆壁都是專利的 主人房這邊有一個Walk-in Closet 這個就是Part of Upgrade 如果大家沒有做Upgrade 就應該會簡單一點 好像剛才我們門口看的那樣 如果大家要做Upgrade 可以有不同的配色 還有一些Organizer 然後這邊就是房間 這個房間是Corner房間 所以有這邊的大窗 還有這裡還可以連接到露台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Sliding Door 大家可以看到的這一堆 全部都是Display Item 到時就不包了 那些Blinds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些白色的Roller Blind 來到露台位 這個露台會連接到客廳位 我們可以過來看看 這邊應該是向東 東北 這邊向東 這個就是Imperial 樓層是26樓 如果大家想享受到這個露台的視頻 可能要買去高一點的層樓才行 這裡進去 這是客廳的空間 客廳反而不是Corner 因為房間享受了Corner 客廳是一塊大玻璃和一個大的Sliding Door 然後我們去看看另一間房間 另一間房間窗比較小 沒有像剛才的主人房一樣落地大玻璃 兩片窗 只有這個窗門可以開 然後這裡是Standard Lemonate Flooring 它不是地毯 然後有兩門closet 這款是沒有升級的衣櫃 如果大家不升級主人房closet 就是配合這些Hanger 給你們 這些是Tower Level的屋 如果大家是買Executive Level的配置 會高級多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去吧 這個會是Executive Level的廚房和廁所配置 我們可以先看看廚房 首先電器方面 它會做了Upgrade 微波爐照舊 不過就放在高一點的位置 然後它會做了一個焗爐 在這邊 就不用烤身 還有這個寸數就會大一點 30吋 牌子是Wolf 這個焗爐 然後呢 這隻Color Skin 是他們叫Dark Color Skin 它會有淺綠色的組合 桌面也有一點大一點 淺灰 還有這隻木紋 看到和摸上去 也有一點質感 就不是說 好像剛才是很平的白色 有一點紋露 看起來挺有感覺的 是Back Splash一樣 是The Light Grey 跟這個桌面一樣 是Quartz的桌面 大家看到整個抽油煙機 就很巨型 就是Wolf的牌子 爐頭也變了30吋 是Wolf 四個濾爐頭 分得比較開 可以放一些比較大的鍋 下面是一些板 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這些高度都可以調教 雪櫃是30吋 如果大家記得剛才和大家分享過 一個最大的S-Plan 就會全部變成36吋 雪櫃、爐頭、焗爐都會 其他executive層是30吋 整個Island 在普通的桌面 它會有兩邊包邊的Waterful 效果會做得更漂亮 這邊是整碗碟機 牌子也是Miller 下面也有兩格的櫃桶 還有一塊更長的金屬板 還有就是地板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Dark Color Scheme的地板 它是33至36樓 不再是Lemonade 它這款是Engineer Hardwood 升級了 這款是Dark Color Scheme的洗手間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效果 就暗黑霧了 黑色地磚 這些長身照樣都是白色 全部鋪磚 兩個洗手盆 中間也是一塊桌子的桌面 有位置可以擺東西 這裡的Shower Space 配色都是黑色的長磚 黑白配 這些是灰灰的 我們現在來到Bonser的文娛康樂中心 我上了二樓外面的平台花園 其實這位置挺開放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裡附近的建築 和Polaris的建築 大家看看我身後 最右邊最近我那一棟 最右邊的那一棟 其實就是Polaris 我不知道大家還能看到 它有一個Banner 所以我們說 為何它的西藍面會比較開放 我現在在它的正西面 是Bonser complex 就比較開放 而且這個地區佔地很大 這個現在是二樓 這個就是室內的社區中心 裡面有室內游泳池 有不同的球場 跳舞室 剛才大家看到那些建築 這個方向向西邊 這些是比較舊的建築 他們剛剛鋪著後面 就是新樓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方向過去走五分鐘 就是Metro Town 看到我身後 這個天秤位 那棟建築 已經起到差不多最高 其實那裡已經是 Stations Square 那些建築 就是差不多起好 然後這個後面 還有很多樓 我如果再看去我前面 就是我的南邊 這裡有一條Sky Train 一時三刻 都會有Sky Train 走過 那邊就是Central Bolivar 我們這裡走過Sky Train 也是十分鐘以來 會走到過去 Polaris的建築 附近 現在數到五、六棟高樓 都是比較新的建築 這邊下來 有些沙地 有草地 有些圍了網 那邊也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走路過來 兩、三分鐘便能走到 如果拍車的話 那裡有個很大的 那裡有個咖啡式的建築 就是Hudson's Bay 那裡其實已經是The Bay 再過去就已經是Kingsway 將來Cancor Metro Town 那幾棟的建築 就是那個方位 就來了Polaris發展 你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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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現在來到Polaris 好 我們現在來到Polaris 是不是可以了 那些頑固 好 可以 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在… 讓我想想怎麼說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了